我兩位跟子玲講話我心理壓力很大 兩位這樣這麼年輕 然後坦坦而談 調理分明 那我覺得我屬於自身公平這一輩子 實在是 我要先跟子玲道歉 我剛剛其實為了介紹她是 為了讓這個場子比較生動 我們要刻意過你的梗 但是我要說 子玲難得從南部殺到台北這個年龍坡 那你知道我們天龍果裡面 還是有許多人呢 還是有清晰的政治主體性認同 但是都很害羞 不敢講出來 所以我再問你怎麼看 那另外剛剛子玲的爆發當中 有一點我覺得非常非常好趣 就是她其實有很豐富的中國經驗 中學的時候已經有六七年在上海讀書 但是呢 一段時間沒有跟那邊接觸 所以這一次的接觸 你幫我們看到 從你的眼睛 然後你的描述 讓我們看到說 其實 台灣 中國大陸 香港 在這個 同質性跟一直性之間呢 有一個很曖昧的地帶 然後你剛剛就是帶我們在穿梭這個 同跟異的這個 這個差異跟同質性之間的地帶 把那個曖昧的空間詮釋出來 謝謝大家 其實我不是 我並不是建林的老師 他叫我 平常叫我 他沒有那麼客氣 他叫我 老前大哥 所以 我還是算他大哥 就是了 那 剛剛聽了 劉瑤跟指令 兩位的報告 我想他們 跟各位在溝通的上面 可能比較 可以直接一點 比較容易一點 我是比吳建民還要資深的公民 對於我而言的話 今天面對這樣子一個題目 其實我對這個問題的理解 或者我想要去說的話 可能就跟剛剛的劉瑤 或者是指令 相當不一樣 那麼各位 如果聽我講 會不會覺得 有一層隔閡 這就看我們能不能克服這種 代溝 或者是年齡的 一種 鴻溝 這個 我其實當初 我們在討論 就是 因為當初 我跟劉瑤 是我參加過兩 兩年的這個 Cochina夏令營了 所以我跟劉瑤 兩年都有接觸 那麼 今年 他到台灣來 來辦這個活動 他希望我能參加這個場合 我可以理解 就是說 因為我自己 兩次參加過Cochina夏令營 我對於Cochina夏令營的這種 整個用心 我相當了解 並且我對這種用心 我是非常認同 這種用心 在我的理解上面 就是說 希望能夠把 兩岸三地 四地 其實去年 去年就還有澳門的同學 能夠 年輕人 有過一定的社會經驗 對不起 社會運動的經驗 有過一定 準備未來 參加社會運動的這個 意圖的年輕人 能夠找到一起 那麼大家在觀念上面 溝通一下 其實 沒有其他的想像空間 可是在我個人看起來的時候 我覺得說 這種所謂他者這個概念 其實我個人特別不喜歡他者這個概念 我覺得他者這個概念 看起來是很通常很平常的一個用語 可是如果我們去分析一下的話 這個他者的意思 可以是很遠的 可以是很近的 可以是有敵意的 可以是你的合作者 就是這個他者的概念 本身其實有很多曖昧性格 而我們並沒有去試著去釐清說 到底我們所謂的他者 是在哪一個脈絡裡面來談的 這個時候我們直接說他者的想像 那就會把這個他者 用一個很簡單 最沒有內容的方式去把它限定下來 再來一個這個想像 這是一個現在很流行的字眼 我個人也不太喜歡 大家都會覺得想像 在中文裡面至少 就是大家可以隨便想像 或者是覺得說 我心裡面有什麼樣的認知 我就可以把它變成說 我對於他者的想像 這個概念我非常的不能認同 就是我覺得我們沒有權利 我們沒有權利去隨便想像別人 我們也沒有權利 隨便根據我們的想像 隨便根據我們的想像 去給他者把他者 放到一個特定的脈絡裡面 如果你這樣子來看的話 我自己 剛說我就不會想說 把台灣 中國 香港 這三個概念 看成是固定的 整體的 然後我們覺得 就可以來說 我來想像中國 或者來想像香港 甚至於說 我來想像台灣 這個 用這種方式去把一個 一群人真實的生活 用一個鋪馬 或者用一個概念 來把他釘死在那邊 那邊有十幾億人的 那邊有七百多萬人的 我們就這樣子把他們 就釘死在那邊 然後我們就來跟他們 分敵我 來分說他是好人壞人 大家會不會覺得 這樣有點太簡單了 這我當初在跟他說 我們在討論這個 今天這個 還有建議說 我們討論今天這個 這個論題的時候 我特別建議說 我們要給那種 所謂他者的想像 加上一些倫理的限制 就是不可以隨便想像 並且不可以把人家 不當成個人 只當成一個集體 只當成一個抽象的一個 他者來想像 用這種方式來想像 你對於這個所謂的他者 你不會有任何關懷 你也不會有任何尊重 那從這點來看的話 我想就是 我今天想講一下 就是說我覺得 我如果碰到像他者的想像 特別是面對香港 台灣 中國大陸 這樣三個地方 我個人可能會有一種 什麼樣的一些反思 我先講一下 比較概念性 比較理論性的東西 比較抽象的東西 然後我再回到一些 比較具體的東西 那在講這個 比較概念性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還可以從實際的經驗來看 剛剛芷琳跟劉瑤都提到 他們兩個人 他們自己在更年輕的時候 也要到台灣來 或者在中國大陸成長的經驗 因為我年紀比你們大很多 我是1990年代第一次去中國大陸 1990年代末期了 我去的比較晚 就是兩岸開放 已經大概過了十年 我才第一次去大陸 我去大陸的時候 我就可以想說 我要去找一些人 是我 當時我已經四十來歲了 是我四十多年來 一直想要去接觸 去認識 去了解的一群人 那兩種人 第一種人是寶革命 就是在一九三幾年 四幾年 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投身到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 這些人那個時候 到了我去的時候 年齡都已經八十歲上下了 可是因為我去的實在是很晚 所以我找到的人工是很多 然後經過朋友介紹 我接觸過了幾個人 那我很想理解說 他們這幾十年是怎麼樣過來的 那特別比方說 他們怎麼看一九四九年 因為對於我而言的話 一九四九年是把我 讓我到台灣來的一年 一九四九年 在我的想法中間 是把整個台灣社會定性的一年 那我想知道說 在經過那個年代的那些勝利者 他們怎麼看這個問題 那一次的經驗 我接觸的因為人不是很多 然後接觸的也不是很深 所以我對我個人的那種啟發不是很多 我去中國大陸 我非常想找到另外一群人 是跟我年紀同樣的人 這些人是有什麼樣的經歷呢 他們大部分當年當過紅衛兵 他們大部分的人參加過 五塊大革命 他們大部分的人 中間有十年之久 上山下鄉插隊 然後在1978年 很辛苦地考回校園 重新當學生 我對於這些人 我非常想理解他們的成長經驗 因為我們幾乎大概就是同時出生 同時成長 那我跟他們接觸 就發現他們中間的多樣性 非常多 非常令人差異 有些人完全認同於 當年紅衛兵的理想 有些人認為文革是十年浩劫 有些人認為中國共產黨的這個道路是正確的 有些人認為中國共產黨必須要滅亡 當我們今天想要把對中國有一個他者的想像的時候 你說我們要根據誰的經驗來想像 那再把這些人的每個人的不同的經歷拿來分析的話 我個人都非常敬意於他們的生命力的頑強 他們對於在一個最艱苦的狀態之下 設法成長 然後設法摸索 想要找出他們今天的想法 想要找出他們今天的認同 那個過程 我常常覺得說我的台灣 雖然是同一個歷史年代成長 但是我的路比他們輕鬆的太多了 那對於這兩 特別是文革這批人 就是經過文革這批人 現在都已經過60歲了 那這批人我覺得 給我的一個印象 給我的一個讓我產生的一個 一個反省 就是我不要把中國看成鐵板一塊 我不要把中國大陸再看成一個集體 對我而言的話 那邊是 每一個人都是有一個臉的個人 你要知道 承認人家是有一張臉 有一張臉孔 你才會覺得說 你跟對方可以面對面的說話 你才可以跟他交換經驗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說 如果我們能夠面對每一個個人的話 我們這時候來設法去理解 每一個人他生活的真相 他生活的真實 他生活的真實 剛剛 史萍講到一些 例如說 中國大陸的人 跟香港的人 跟台灣的人 交往中間 有互相之間的隔閡引起的誤解 或者是我不瞭解 我聽到大家在笑 我不記得大家有沒有想到說 如果我們去中國大陸 我們去講同樣的話 也會引起同樣的風堂大笑 這種 這種 你生活的真實 你去把 十三億人 當成一個整體 不會出來的 只有你把中國大陸 那些 每一個個人 你想像同他一個人 比方說 剛剛在那邊出來的 有一張圖是 在口腔那裡講 余建榮教授的 余建榮教授 余建榮教授 接受過我們思想的採訪 你去看看 他的成長經歷是怎麼樣的 這樣子 你看出來 他為什麼會那麼關心底層 那這個底層的經驗 對他個人而言有什麼意義 這時候去看的時候 這個時候 不是我們去想像他者 這個他者 是有一個很真實的生活 在那邊 他必須要過那個生活 其次一個 我覺得說 我們要很尊重 每一個人 歷史的條件 歷史的機遇 在 哲學上面 我是一個個人主義者 我倒特別強調 我是一個道德的個人主義者 道德的個人主義者 道德的個人主義者的意思就是說 在從道德角度來看 只有一個單位是真實的 那就是個人 因為 這個道理很簡單 承受好事的 承受幸福的 承受快樂的 永遠是個人 承受痛苦的 付出代價的 永遠是個人 但是 當然我們都知道 沒有任何一個個人 是石頭裡蹦出來的 每一個個人 都是在歷史脈絡裡面出現 在歷史脈絡裡面成長 在歷史脈絡裡面變成你是誰 所以我說 個人是歷史的產物 但是同時 沒有一個個人 會被他的歷史條件限制住 但這個時候 我們還是要去理解說 每一個個人 包括 由個人所形成的集體 還有他非常明確的 非常強大的 不是個人能夠抵抗的 不是個人能夠說不要就不要的 歷史條件 然後我跟各位來談 我跟芷林談 芷林 芷林在香港演講 有一句話 讓我覺得印象特別深刻 他好像說 2009年 是台灣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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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2009年 2008年 2008年 那我心想 我說 那2008年以前的事情 我不是都白活了嗎 對於我而言 就是我最近還跟吳建民談過 就是我跟吳建民談到說 我們這個對中國認同的問題 我跟建民說 我說我這些年 因為現在台灣 我想在場 每一位都習慣講中國中國 我這個人喜歡反潮流 所以這些年來 我就會說 大陸大陸大陸 根本去想想看 像我這樣子一個年紀的人 對於我而言 是有一個歷史條件 決定我這樣子 對於我而言 我覺得我這輩子 最想要了解 最想要去掌握 我去解答的問題 就是怎麼看1949年這場革命 對於你們的話 對於芷林 對於今天在說 甚至於建民兄 這個問題都不是那麼重要 不是那麼真實 可是如果我覺得說 這個問題 過去了 如果對於我而言 我說這個問題過去了 我不用理他了 他跟現在沒有關係了 這個時候就表示 我對於我自己的整個成長 我沒有來誠實的年齡 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一個真實的問題 是我很想去找到答案的問題 那其實對於我剛剛講的 不管是1930年代 40年代參加中國共產黨的人 或者是1969年參加 文化大革命的人 這些人 他們的生命 都被他們所經歷的歷史條件 造成了很 很深的烙印 變成他們這輩子的負擔 或者變成他們的資產 當我們在跟這些人交往的時候 我們不能把他們 用我們的立場 去把它想像成什麼樣子 我寫過一篇文章 我特別講說 這種他者 可以三種面貌出現 這個他者可以是變成 我們的敵對者 這個時候 我們面對他者的時候 我們想把他壓扶 這兩個人來角力 來角力吧 大家讀黑格爾 精神教學 裡面講的主流之爭 那個傑男 就是兩個自我意識面對面的時候 這是他者 我能做的事情 就是把對方消滅掉 另外一種他者是說 我不要把我自己的主體性看得很重要 我也不要把你的主體性看得很重要 這個時候 他者這個概念 還有自我這個概念 我們覺得都可以捨棄 這時候就導出了一種 我稱之為抽象的普遍主義 我們想要生定一個理想 覺得這個理想 可以超乎他的 或者說我的 歷史條件 歷史決定的那些命運 來設想這樣的一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是一種 第二種我覺得 對於他者想像的方式 而我覺得這也是錯誤的 這個時候 我們對他者也不夠分數 第三種 第三種 我覺得是真的把對方看成說 我們一定要一起來 合作 要來共享一些東西 我不太喜歡講分享 分享就是 我們現在在練一塊糕餅 有一塊蛋糕 我要切開 你拿一塊到另外一邊去吃 我拿一塊到另外一邊去吃 那個叫分享 共享是說 我們坐下來 一起吃 我覺得 我覺得說 你面對他者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東西是 必須要共享的 如果你沒有這種方式 跟他者來共享的話 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到底是誰 你也不知道 你自己到底有多少 好的東西 壞的東西 那我正在想像是說 我在我的這幾年的工作中間 我很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在想像一個 我稱之為中文的 或者稱為華文的 共通體 今天我們之前講到說 香港 台灣 中國 為什麼我們把新加坡 跟馬來西亞不列入考慮 因為大家覺得 這邊離我們很遠 可是大家知道 馬來西亞有七百萬華人 裡面有很多人是講 他們講米南話 所以當年康靖祥先生到新加坡 下了飛機以後 大吃一驚說 哦 你哪能夠拿我呀 所以他沒有想到說 這個世界上還有別的地方的人 是講跟台灣同樣的一種母語 而他覺得 這種母語本來就只能是台灣人講的 想想看 除了新加坡 在馬來西亞 在北美洲 有多少華人在那邊生活 我們有一些共同的歷史背景 我們有一套共同的語言 我們有個共同的文化資源在那裡 這些東西 因為過去這個幾十年 甚至於上百年的政治上的 外來的政治力量 內在的政治力量的劃分 把這些社群之間的關係都切斷了 大家知道嗎 你們如果去看 尹海光先生 當年的信 還有他的一些跟朋友之間通信的經驗 你可以知道 當年香港對於台灣的知識分子 像尹先生那樣的知識分子 是多麼重要的一個知識跟資訊的來源 所以他每一個香港的學生 都有責任幫他從香港帶中文書進來 今天我們覺得我們自己很自足 可是在1960年代的台灣 尹先生是靠香港的同學 把香港的資訊帶進來 滋養他的知識的發展 我現在才講就是說 我很希望把這種經驗能夠擴大 變成說 利用我們共同的文字 共同的語言 共同的歷史記憶 共同的一些文化資產 讓整個華人世界 能夠來共享 今天我們面臨的問題 我們已經有的經驗 所以我過去這幾年辦思想這份看法 我們從一開始在發刊詞就講 這份看法不是台灣的看法 我把它看成是說 不僅是兩岸三地 兩岸四地 並且我非常希望把 新加坡馬來西亞的觀點 經驗 拿來這份看法上發表 前幾期我們辦過一個香港的專輯 結果那次我雖然設法去找 我在台灣找不到什麼人 可以去談香港的問題 所以變成說 香港跟台灣 表面上是距離很遠 坐飛機一個多小時 表面上兩邊的來往 並沒有任何人為的限制 可是兩邊的人 除了互相去買東西之外 我們什麼時候 對香港的事情發生過限制 現在回到今天我們這個主題 我自己是覺得說 如果這個華人的共同體 我沒有說它是政治共同體 我寧可把它看成是一個 因為我們有共同的語言文字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間 我們可以來更方便的溝通 把這條路走得更多一點 更遠一點 更長一點 如果我們跟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 我講知識分子 因為我自己只能接觸到知識分子 能夠跟他們 把他們的觀點讓他們進來台灣發表 他們也了解台灣人在想些什麼 在感覺什麼 台灣人對於中國大陸的期待是什麼 我覺得這些東西慢慢的出來 那是一個很長的過程 可是出來以後我相信 今天中國大陸跟台灣的交往 到現在為止 才不過在二十幾年的歷史而已 那台灣跟香港的關係 變得比較密切 其實是這幾年才開始的而已 我覺得把這個 我們在剛剛開始的這樣子一個路 如果走下去 各位能夠預見說 一定會有什麼 一定我們會有什麼改變嗎 我們永遠是 相對看的台灣人嗎 我們只要打開電視打開報紙 我們什麼時候都關心過世界上 其他任何地方 任何國家 任何民族呢 不是 我們只關心台灣 愛台灣 愛到說我們根本連身邊 周圍其他的社會 同樣說華語的社會 我們都絲毫不知 也絲毫沒有興趣 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現在在他者的想像 我們憑什麼去想像 那個想像 只是讓我們的成見 更加根深蒂固 讓我們的優越感 更加 囂張而已 動不動就想說台灣 是什麼 禮儀之邦 我們是台灣所謂的 溫暖公儉讓 我們是民主化 有多麼好的成果 你沒有想到 多說 人家在不同的歷史 發展之下 人家走不同的路 那個路裡面有很多錯誤 但是人家很真實 在那邊摸索呀 我們有什麼理由 就覺得說 對方人家都是錯的 都是不值得一談的 都是一片漆黑的 我覺得不應該 我覺得今天有這個經驗 有這個場合 我覺得這是我們要一個 共同互相勉勵的 就是 如果我們真的要面對 其他社會的人 我們不要把對方 看成程序的差距 我們去想像對方 但是這個想像 要受到一些 倫理條件的限制 我們不能夠隨便想像 不能夠執意按照自己的需要 去想像 好,謝謝各位